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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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女路口 今天有多熱的熱爆 真的白天天氣真的超熱的 今天我來做一件 沒有挑戰性的事情 我覺得很瘋狂的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我想了非常的久 然後我下定決心要做 那做了他就沒有什麼反悔的餘地了 對 是什麼呢 就是 刺青 我今天喊過刺青 其實韓國那種小刺青非常的流行 在路上可以看到很多人 幾乎都會刺那種很小的文字啊 或者是圖案之類的 然後我follow的很多的model 他們其實都有一些微微的小刺青 包含我前陣子 我們去看媽媽母的演唱會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除了sola沒有刺之外 剩下的三個都有刺 而且他們刺的地方都不只一個位子 那因為呢 這算是我第一次要刺 所以呢 我決定要刺一個就好了 先刺一個 就是刺在這個位子上面 他們這種刺青 我覺得有一個特色是 它很細 然後它其實蠻空的 它基本上只有黑色的線條 不會有太多顏色 有顏色可能就是 黑色加一種顏色這樣 對 然後 但我覺得韓國刺青的顏色 都比較偏那種 有點像麥克筆的那種黑色的感覺 我們今天就決定在韓國刺青 那我這一次呢 要刺的圖案 我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是我這一輩子 我覺得絕對不會後悔的 那我自己覺得不會後悔 當然不是 欸當然不是 我覺得刺家人的名字啊 或者是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刺很重要的人 或很重要的寵物什麼之類的 這種都比較不會後悔 那我這一次呢 想要刺我跟阿肥 因為阿肥其實也已經陪我 陪了六年了 然後 我一直就是 我對阿肥的感情越來越深 然後我 近期發現就是 我很容易因為阿肥的一點小動作 就會觸動我的每一個情緒 所以呢 我決定要把阿肥就是刺在我的手上 這件事情我爸媽還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他們知道的話 他們可能就是會先罵我一頓 叫我不要做 所以呢我覺得 不如先罵後縱好了 反正我也已經成年了 我可以為我自己的行為負責 對 就是我不是說拍這支影片 是要就是 倡導大家說 噢 你們一定要去刺青或幹嘛 這樣很帥很酷什麼的 因為 其實米露他也很想刺 但是 我一直跟他說 你真的覺得有意義的東西你在刺 你就是不要刺一個你 欸你不要跟我講好像屁孩一樣 沒有 因為我就是覺得 如果你今天刺了一個 嗯 你可能十年後看了 你會覺得很無聊的東西 那我覺得不如就不要刺 至少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啦 我自己就不會刺一個 我覺得十年後看了 我會後悔的 那其實呢 我在雨學堂的時候呢 就是有個同學 莉莉 法國人她就是身上刺了蠻多刺青的 然後她都在韓國刺 她那時候就跟我推薦了蠻多間 就是韓國很棒的刺青店 然後後來 我又問了另外一個在韓國有學的一個女生 就是之前在我影片裡面又出現的一個女生 然後她跟我說這件不錯 而且因為這個歐巴 很帥 欸真的蠻帥的 真的蠻帥的 對 對對對 對 剛開門就覺得蠻帥的 剛開門就有一種被她殺到的感覺 但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歐巴他非常的會刺動物 對很多的韓國人就是都來這邊就是 他們就是可能都會讓歐巴刺 拿照片給他 然後讓他刺 他就變成線條幫你刺手 對對反正就是歐巴他非常的會刺動物 所以我覺得 嗯 剛好我也很想要刺阿肥在我手上 然後剛好就是我抱著阿肥的圖案 歐巴放在這邊我想要刺這個圖案 在這個要預約 然後歐巴他是用Cacao Talk 所以可能要稍微會一點點韓文 而且這裡很難找 對對對 我們剛剛繞了一圈 我們剛剛繞了一大圈才找到 嗯 好那就是這個樣子 嗯剛才呢 就是歐巴給我看的 就是他畫出來的圖案 就是差不多是長這個樣子 對 其實我覺得我想要刺這個圖案 我覺得我自己不是重點 重點是阿肥的行為 因為這張圖片其實是大概兩三年前 阿肥大概兩三歲的時候吧 他那時候非常的活潑 然後他很喜歡伸舌頭 就是舔我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阿肥的輪廓是一個重點 我覺得很可愛 很像阿肥本人 很像阿肥本人對不對 我應該會把它吃在這個地方 不然會不會痛欸 是我們很怕痛 好吧 Let's go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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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可惜 你又是怎樣? 阿分這樣喔 阿快喔 阿快喔 喔 OK 哇 沒有怎麼樣 怎麼樣? 很像拿美工刀割你的皮 可以忍受的痛 就是很像拿美工刀或者是拿铅筆 再刺你的肉 那我知道小时候就有那种白木同学 那种感觉 但是它就是一直延续性的 所以光针跟白线跟刺青 刺青最不痛 那很不痛好不好 真的 痛 一到十痛的持续性 越来越痛 大概吃吧 吃 因为我觉得它是持续性的痛 而且 我觉得肉比较少的地方比较痛 肉比较多就比较不会痛 所以下次要吃大脑肉是肚子就不会痛 是吗 但是我说真的我下次应该还会想再吃 我觉得这种痛有点像 你跟我朋友说的话一样 你跟穿了个洞一样 对 就是穿的洞虽然痛 但是会想一直穿 然后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是 它是有一种痛得很爽的感觉 特别是边边的部分 所以我下次可能会想要吃在那手臂外围的部分 但是我可能要想一下我要吃什么东西 这什么意思 有手汗的部分吗 因为痴得太快 蛮可爱的 真的是不跟老奶 gentleman说 他们真的以为是画上去了 因為刺得太快 我覺得很來不及反應就結束了 大概30分鐘嘛 我們開始玩手遊運 其實我那時候就已經有先問歐巴說大概會多久 他跟我說一個小時 我想說怎麼可能那麼快 但是我剛剛真的是一下就好了 我現在還沒有把它當作是我的身體的一部分的感覺 因為我還覺得太不真實 他像是我身體的一部分 我會慢慢的習慣用他 好的 那我們就走吧 大家看一下 我有聽過我朋友跟我說刺青碗之後 就是最好是不要經常曬到太陽 然後不要流汗 但是我覺得可能有點困難 不過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一次刺的這個大小 他差不多15公...也不知道15公分 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價格差不多是在15萬左右 15萬差不多是台幣的 4千多塊我覺得超級便宜的 好的 那這一支影片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第一次在韓國刺青 然後我自己覺得我很喜歡 然後推薦給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就是對刺青很喜歡 或者是你本來就有習慣在刺青的人的話 我覺得韓系刺青... 真的...我很喜歡 我覺得我之後應該還要在刺別的地方吧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我 尤其是訂閱我的Youtube 歡迎訂閱我的Instagram 那請下支影片見吧 安妞 我怎麼會 我怎麼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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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